本视频由无险原创制作 军营的士兵们整集画意的站着军资 喊着统一的口号的样子很是扬眼 最明眼的是大家都统一身着身绿的迷惨 做驯服 一列士兵迎风而立 看起来精神抖擞 但是看起来不错的老式做训练服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便 例如腰带扎不紧等 这部最近新换的18型 迷彩做训服解决了很多老式做训服的一些问题 给武警官兵们带来整齐画意的新面貌 在军营中 经常要扛着原木进行的是障碍训练 投掷训练 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完好的袖子 散下来影响手感 看起来也不美观 新式做训服就在袖口 增设了一条束带 专门用来固定袖口防止其往下掉 这样一来即使士兵进行多么高强烈的训练 就不用时时刻刻玩袖子了 新式做训服上身后 袖口一晚露出结实的屁绑 趁得士兵们更加的音质洒爽了 无形的职业要求 常常使得武警们携带许多的例如 甩棍手电等器材 这些说到不大说小不小的器材 拿在手里很是不方便 新式做训服专门预留了工具带 用来容纳这些器材 这样一来拿取就更方便了 腰带扎得紧不紧是评判一个士兵 精神面貌很重要的因素 松松垮垮的腰带 给人一种散烂的感觉 很容易在接下来的训练中下滑 在训练间隙还要抽空来扎腰带 新式做训服增加了加腰带 专门固定腰带 这样一来就这中午吃太多 把肚子给撑大了 都不用担心腰带下滑的问题了 老师做训服的裤腿处 采用纽扣和束带的开合方式 对于小腿过粗或只是过细的士兵们 都不太友好 新式做训服摸弃了这种开合方式 采用了魔术贴 不光更方便了 即使小腿粗的士兵 穿上也不会感到不适 在新式做训服的臂膀处 还增设了一个笔带 平常可以放下一只小钢笔 可以说是增加了值勤的实用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